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来试吃自热小果锅啦 你看我买这么一箱 这个是我在直播间里面买的 就是有一次我无意间点进去一个博主的直播间 然后里面就像一个购物频道 在他们的喬嘴之下 我买了这么一箱自热火锅 100块钱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这个包装太烂 总共是8盒99块钱 麻辣牛肚锅是2盒 腊肠卤蛋锅是3盒 招牌麻辣锅是3盒 我大概算了一下 每盒大概是12块多 很便宜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 好像不止8盒来着的 主播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再不买 这个套餐马上就没有了 然后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么性价比高的火锅 它的味道如何 我每种口味的都猜一盒 试试看 腊肠乳蛋锅里面有 一包腊肠 一包粉丝 一整颗卤蛋 调料包 火锅豆芽 金螺的火腿肠 脱水蔬菜包 脱水腐足 加热包和筷子 现在就来操作一下 不得不说它整个包装 就这个塑料 很薄 现在它第二盒 麻辣牛肚锅的 肉肉包 挺大一包的 火锅鲜粉条 火锅豆芽 火腿肠 调料包 加热包和金针菇 现在弄第三个麻辣椒排锅 我刚刚只记得在那个加热包里面加水 忘记在上面的料包里面加水了 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来 然后再加水 现在它已经不太热了 这个蒸汽一定要小心 真的非常烫 我刚刚被烫了一下 这一包的料真的好丰富的 而且是我喜欢吃的那个粉丝 稀稀的粉 第一口被呛到了 粉条有一点干 估计时间还不够 它这个香肠的料还挺多的 香肠是那种稍微甜甜的那种香肠 还有一个挺大的火腿肠 豆芽 讲真它这火锅底料还挺辣的 很呛人 其实我没放多少的 快好吃的了 还有一个大卤蛋 又辣又热 满头大汗 我头上大概有四十多个大汗 再来尝一下我最期待的这一款 牛肚火锅 看我这一筷子都是牛肚 真实的牛肚 这牛肚稍微有一点点味道 我就能接受 是牛肚 很有韧劲的牛肚 这牛肚火锅实在是太划算了 这么多牛肚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性价比真的超超超高的 可惜这个麻辣牛肚锅只有两盒 其实自热火锅的味道我觉得都差不多的 主要是那一包火锅调料 都是一股火锅味 怎么看这个自热火锅性价比高不高 就看它里面的料多不多 然后好不好吃 反正这个牛肚锅我是爱了 我真的是爱了 然后吃最后一锅 招牌麻辣锅 它里面就是蔬菜包 跟一根淀粉肠 这锅我不是很喜欢 它蔬菜包有一股味 应该是熟了的 因为时间我刚刚吃了两盒 这个时间完全是足够的 我怎么感觉这个招牌麻辣锅的 都没其他两个锅来的辣 它这个偏油 好油 好了暂时吃的差不多了 我等一下剩下的慢慢吃 接下来总结一下 我吃了这三款自家肉火锅宝 最喜欢的就是毋庸置疑 是麻辣牛肚锅 是这一款 那个牛肚真的很多 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招牌的这个 这个粉丝腊肠的其实也不错 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我多出来这么多盒 下次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带着 出去玩的时候吃自家肉火锅 是最美味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